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紀念男人爆的部分 首先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埃及神要救急熔練了 熔練之後無屬的埃及神隊長技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就拿火埃當作範本就好了 隊長技的部分是自身屬性成員攻擊7倍寫回2.5倍 然後自身屬性對所有目標傷害額外10倍喔 敵人受到的主動技砲擊傷害會有額外3.5倍 另外所受自身屬性及自身克制屬性的傷害會減少50% 所有成員無視屬性相克 接著我們來看隊伍技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向水埃 這邊就是綁定雙隊長 獸足及神足珠互相兼具效果 水浮石效果提升200%喔 如果你發動水屬性成員的主動技的話 水屬性成員可以無視強化攻前2345屬 每回合水埃首次開招的話 那隻水埃CD就會-6 下半部的部分就是跟阿努比斯的轉屬搭配 再來剩下四屬埃及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我就把圖放出來 大家可以稍微放慢速度一點去看就好 看到按I這格的時候我們暫停一下 因為下面有新東西齁 下半部的部分就是如果你用 相同屬性的救急埃及神當作隊長跟戰友 然後並且以阿努比斯做成員的話 阿努比斯的主動技這邊也會有稍稍的改變 那講改變的話其實就是最後一點有改而已啦 本來是阿努比斯關照的時候CD會-2 這邊變成阿努比斯跟救急埃及神CD都會-2 再來熔練的系列不免 所以要多一個救急熔練的能力 就是你在轉租前點熔科可以發動熔科之力 救急埃及神這邊獲得的救急熔練能力 是將場上的符石變回原始模樣 一回合內隊長屬性成員無視拼圖喔 然後會根據你移動符石時間完結一刻 場上隊長屬性符石的數量增加相同連擊的combo數 再來我們來看主動技的部分這邊有兩招 那無屬也都是一樣的 技術是CD6可以發動引爆自身屬性以外的符石 然後對敵方全體造成自身屬性的傷害 將所有符石轉化為該直行成員的種族強化珠 那你每轉換一顆就對敵方全體造成100萬點的自身屬性傷害 然後一回合內自身屬性成員攻回兩倍 飢餓的部分一樣是CD6可以發動 將敵方全體轉化為自身克制的屬性 一回合內自身屬性成員無視故C和敵人防禦 下面我們繼續看到有一個極限昇華的系統 那這邊是給救急北歐神還有逸轉的巫女 哇巫女本身已經夠猛了 這邊難道又要起飛了嗎 那關於這個極限昇華的部分 懶人包可以看我框起來的那行字就好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北歐跟巫女獲得的全新被動技能 水北的話是水屬性及神豬成員增加350點攻擊力機值 水神則會增加630 消除大魚等於一組大魚等於5顆水的時候自身攻擊會有3倍 那接下來的火木光暗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我就同樣把圖片放出來大家可以放慢速度看就好 巫女的部分就比較不一樣了 水屋這邊是水屬性及人類成員增加150點回復力機值 水人的話則增加240 場上有附加效果的時候自身會有3倍喔 火屋這邊的話就是加攻擊力的機值了 那木屋的話則是增加血的機值 再來是下周會有一個全新的道具收集任務 那相信這種道具收集任務大家已經不陌生了喔 再來是會有一個全新的挑戰關卡 但這個挑戰關卡你在打之前要完成指定拼圖喔 這個挑戰關卡主角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這隻金字塔 這張金字塔的話是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自身陷入6回合的殞命輪迴喔 那在殞命輪迴的期間呢 自身攻擊回復會有3倍 6回合內自身可以無視指定連擊法印 另外還可以每回合刷新護盾喔 不過這張卡是光機械 機械目前有擁有護盾的角色嗎 下面我們再繼續看到又有另外一個全新的挑戰任務 盜墓探秘 這張亞拉斯的話是暗屬性的人族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引爆自身及身旁成員持航的符石掉落暗牆 一回合內將身旁成員攻擊機值減到0 然後減去的2.5倍加入自身的攻擊 再來還有通行證的部分 通行證卡的話是目屬性的獸類8屍弟CD8可以發動主動技 一回合內只能首消符石喔 但是符石首批可以讓你二消 另外一回合內自身攻擊還會有8倍 除此之外自身的攻擊是可以無視敵人防禦跟拼圖的 如果此時此刻剛好有結界地形的話 開招之後自身CD還會減6 那這一期通行證刻下去拿到的武裝 理所當然是目獸專用喔 武裝能力是延長轉租時間1秒 自身攻擊無視敵人防禦 消除獸足珠的時候自身會有1.3倍 那如果是龍科開下去的話呢 一回合內獸類成員攻擊提升25% 然後一回合內可以無視攻前盾 最後的話則是擁有一個減CD的選項 再來最後的話是我們的黑金守門員系列 也就是埃及黃泉技能會有一個上修喔 那上修的部分就是右半邊有畫底線的 水埃黃泉這邊有多了一個抗奮效果 算是蠻符合現代的啦 再來火埃黃泉多了無視拼圖的選項也還不賴 木埃黃泉的話則是多了一個增傷 光暗埃的部分這邊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其中暗埃黃泉的法老王CD會-1喔 本來是6才能發動這邊變成5 OK 以上是本週訓練懶人報的部分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下週的埃及週還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